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阿N与阿N的频道。 今天阿N就与大家分享另一个粤剧名领的演艺人生。 今天的主角就是谢醒龙。 谢醒龙组织广东省的东莞市。 他是大约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期的 一线粤剧钳班的蓝花蛋。 所谓钳班即是蓝班。 他就在广州、上海和香港都拍过演出过的。 跟着讲一讲他的生平经历。 谢醒龙曾经在唐天堡班即是白玉堂的班。 就郭仙星班即是涉郭仙的班。 另外还有桂名羊和曾三多的日月星班。 等等这些一线粤剧。 明班就担任过正印的蓝花蛋。 谢醒龙的首本戏, 就有冰山火线、 全弓厌史、天机宋子、 王姑嫁何人、 和方唐旅合等多出的名剧。 在1930年, 谢醒龙担任正印花蛋。 他参加了唐天堡班, 跟新朱, 当时新朱就是文武生, 靈元亨負責做小生 涉角仙亦負責做小生 另外還有蝴蝶仔、譚猩猩 吳鏡斌、常鵝英 新丁香耀等等一齊演出 《玉梅花》、《重建孤蘇台》等劇目 這些劇目都是由王不廢負責編劇 在1931年夏季 謝醒龍居住在廣州市 河南福人里36號 1931年7月18日星期六 她投宿在廣州東亞酒店 三百四十九號房 16歲南洋華旗少女戲米娛樂美 為了戀愛謝醒龍 後來復讀自殺的她被送醫院急狗 救醒後立刻寫信給謝醒龍 要求要求見她 另外謝醒龍在1932年 跟天津導演姜白菊 廣州月秀山 永漢南路南關戲院 和月劇名宿白玉堂 讚曲家麥少霞等人 甲粉在廣西西關開設了一間華藝影片公司 謝醒龍當經理 專門負責拍攝一些麥片 拍攝過的作品包括裂痕 前進和花樂見花心等麥片 但很可惜後來因為周轉不靈 無法清還債務 因而被法庭判她破產倒閉 香港東莞商會在農曆任新年6月初10 即是1932年7月13日起 一連三日三晚 在九龍油麻地尼敦道380號的普慶戲院 為貧民二學籌款二演粵劫 省港的一線紅鈴都混雜 謝醒龍是1932年7月15日星期五的日戲 演出了《淺水交龍》和白玉堂林坤山等人合演 票價港幣港幣1.5至3元 月劫靈人經常到香港島的中環 黃龍跳舞學院找母女伴來跳舞消遣 但謝醒龍很少涉足這些寬場 在太平洋戰爭期間 謝醒龍和羅文煥、梁少南、黃鶴昇、 歐陽劍等粵劇紅鈴去到越南演出 並且兩度轉赴泰國演出 除了演出傳統粵劇劇馬之外 還演出情節離奇曲折的 《荒唐旅合》等新編劇目 謝醒龍由於長期和薛國仙拍攝 技藝偵襲 深受到泰國觀眾的歡迎 但戰後已經很少聽到消息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謝醒龍的演藝人生 分享到這裡又暫時休息一休息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請大家留言點讚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如果未订阅我们的NURN频道,请你帮手订阅, 到时有新片,YouTube就会马上通知你们, 不会错过任何一条新片的发布。 好,明天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 继续和大家分享这个谢醒龙的演艺人生。 好,明天再见,拜拜! 谢谢大家!